大自然之聲 聲音演繹 車熟會 村上市小柏時出現在中高海拔的草原 觀蟲又或者臨圓之間 比高山小柏更喜歡日照 村上市小柏的亨節上 長有像三叉擊一樣的刺 而最外圍的花皮片是呈線形的 春季的時候 金黃色的花蟲會生長在葉翼之間 亮麗的花朵就被巨齒形狀的葉緣 以及鏗上面的銳翅保護著 小柏類的棺木、內皮和木質 都是呈現黃色的 在冬季的時候 他們的花牙就會受到 層層的紅色鱗片所保護著 分別的為了 小柏的字 從本身中 在冬季的花園 相声 小柏 盧 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杜茜茜 是世界著名的观赏类的植物 由阿热嘆、瘟嘆 至阿寒嘆 都有它的观影 红毛 disagree 杜茜 就属于草原性的高山导鹜 全坡 噢满住 喝式的短缸 Alone 时时同高山芒 玉山漫竹 和大缺这些一起混生 在森林大火 又或者森林遭受到破坏之后 演变成冠虫植物 裸露地上 又或者是草地上 都经常可以见到 红毛杜鹃成片的生长 红毛杜鹃 它的分布极广 由中海拔到高海拔 都会开花 成一片高山上的花海 一片高山的花海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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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